健康蜜博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星期四 下午1點到2點這個時間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健康蜜博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 Muffin 張志雄 直播室裡面 除了我之外 還有一位我們很熟悉的面紅 當然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醫護成信同仁的主席 Dr. David Lam 林志源醫生 Hello 大家好 今天還邀請了一位特別嘉賓 出席就是我老友的龐潮輝醫生 龐潮輝醫生 是專業人士協會的主席 Hello 大家好 歡迎龐醫生 不如先講講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今天我們邀請了兩位醫生 兩位都很關注本港的醫療服務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想談一談 醫療人手和服務規劃 因為施政報告是新一份 早幾個星期公佈了 雖然蝙蝠在醫療的部分是少一點 但其實也有很多突破性的段落 所以我們尤其是去到這屆政府的尾聲 有些功夫好像說了很久 但還未做得好 可能我們稍後就討論多一點 不過開始討論之前 不如我們先講一些熱話 因為其實昨天專家委員會 都看了科學數據 公佈了接下來會建議 我們一些特定群組 免疫力藥的病人 接種第三劑疫苗 今天也有些聲音就說 可能有些市民就擔心 有些這樣的建議出來的時候 怎樣為之完成接種疫苗 會不會影響他們去探病 去老人院 你知道可能現在醫院 或者老人院探病 都需要完成接種疫苗 會不會影響他們的定義 兩位醫生怎樣看呢 昨天專家委員會討論了 三類人士可能要接種第三針疫苗 包括第一樣就是免疫力比較弱的人士 包括一些癌症病人 用化療病人 又或者曾經有器官移植 吃抗免疫力藥物的人士 另外一類就是年紀比較大 60歲以上都可以接種第三針 還有第三樣就是暴露風險比較高的人士 包括醫護人員 還有一些跨境貨車司機等等 當然這個議題一出的時候 大家就說 咦 這樣又要多打針 去哪裏打呢 現在的疫苗中心又剩下 不是很多間 21間其實都不是太少 那安排上面會怎樣呢 似乎暫時都會是一個大議題 Jeffrey 怎樣看 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我們 其實第一 剛剛有個專家委員會 他們有這樣的判斷 第二 其實這個群眾 正正就是打針打得少那一班 例如你看到七十歲八十歲的那些 其實可能是二十幾% 可能是八十歲以上 可能是十幾% 可能是十幾% 對 所以其實你再叫他們打 他們已經都不打了 你一針都不想打 那你叫他們打 你要安排 一定要做到比現在更加貼心 要不然 其實那個效果就沒有了 還有第二 就是怎樣 define 那個成功 即你接種三劑才叫做 你真的有健康碼 或者有個證明 你真的可以過關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做法 似乎正正就是 林鄭政府現在打算 怎樣去切合 可能內地通關的事情 做足幾件事 即不單是這件事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譬如現在的豁免 又開始收緊 幾件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整套的 但這件事 我就正正覺得 就是可能真是難實行些 最初開始的時候 政府就比較上 即當時大家經驗不多 就關心到 我們是不是需要很高規格的地方 空氣流通要足夠 要很安全 有很好的社交距離 的地方才做 所以最初就選了 不少的疫苗接種中心 這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其實很多就是很高樓底 很闊的地方 即是運動場 沒錯 那些運動場 其實都用了幾年 大半年 現在有些開放給市民用 下一樣 如果我們又需要用一些地方去做接種 是不是都需要這樣 其實不少傳媒朋友都問過這個問題 當時來說 好像比較上疫情沒有現在那麼好 大家擔心一點 還有大家對於接種的流程 還有針藥的控制 都不太熟 就是吸食的東西 各樣都不太熟 但現在很熟 近日已經看到政府改變了一個做法 例如商場 商場也可以打針 一些講座之後也可以打針 然後去外展也可以打針 似乎對於打針的要求 沒有以前那麼嚴謹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或者可以開放多些地方 也不一定 或者這樣說 經過了幾個月 我們打針半年都有 其實我們打針的地方的要求 其實已經都搞得定了 我們叫做政府都搞得定了 所以其實都要鼓勵市民打針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地方 你已經搞得定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將來可能我們再提升的接種率 都是有機會的 我想都補一報數 昨天看到的數據 政府數據就說到 在香港打了疫苗的劑數 去到900萬 其實打了第二劑疫苗的市民 已經去到近六成 其實有400多萬人 所以到最後做過呼籲 都是未打針的朋友 都快點打針 快點打針 因為我們都可以輕輕說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 除了這個打針 還有就是昨天還有另外一宗 可能多些人忽視 其實就是延長了 14天的社交距離措施 其實就多次延長了 其實可能兩位又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其實是不是我們看到 近期的疫情都叫做回穩 回穩了一段時間 再加上那個疫苗接種率 都持續有上升 其實兩位覺得怎麼看 就是社交距離措施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開始 就是慢慢 聰明地放鬆一點點 可以令到我們市民的生活 可以慢慢回復正常 我覺得應該不會 因為暫時 這個目標 在短期內就是通關 所以我相信 就起碼去到通關 通到關 起碼有些放寬到 令到有些人可以 通到關的時候 才可能會有所放寬 因為現在做得好 你再放寬 一旦有一些豁免個案 或者一些個案進來 它那個發展就會快 所以社交距離 其實就是 那個措施就是 怎樣去停止那些 在那些幹 在社區裏爆出來 所以這件事 真的值得先保持 香港過去這麼長時間 很幸運 我們的數字 其實是世界上一流的數字 當然是有難 市民都戴口罩 口罩很重要 其實你看到很多外國的地方 打針都不會比香港 應該比香港多 都不少的地方 但是他們不戴口罩 就差了 社交距離 所以我相信這些社交距離 是需要的 是非常需要的 最近也聽到 政府會取消那些 特權分子 豁免人士 一早已經說 應該要盡量 盡量減少 不過細節未公佈 還在等著我們 有些可能真的沒有法子 我不知道 如果是運送食物過來的 可能有時候 你就會比較難 但是 為什麼外國的市節有特權 我看不到為什麼 做生意有特權 上網上也做到 現在你說 如果跟外國溝通的時候 就算你說政客他們之間 領導人之間 都是用視像 為什麼不行 明白 希望政府聽到 我們都給了很多意見 社交距離措施好 打針好 或者固面人士那部分 話題也轉一轉 我們除了說 昨天可以公佈 可以打第三針之外 其實我們近期 還有其他熱話 因為上星期 立法會通過了兩條 都跟醫療議題相關 亦是相對具爭議的 條例草案 其實就是關於電子醫院 和家業醫院 一個全禁的草案 另外就是醫生註冊條例 關於輸入海外培訓醫生的條例 其實兩條都相對比較具爭議 我們不如先說電子醫院 其實因為電子醫院 這個問題 我們就說 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去到1415年的時候 當政府提出修訂 希望禁止電子醫院 那部分 其實已經是幾年前 一爭就爭了四年 終於都過了 兩位覺得 這條條例草案過了 有什麼啟示 或者其實有沒有什麼寄望 即明以來的控煙工作 那部分 可以怎樣再做好一點 我覺得其實這次是一個好的 一個好的結果 因為其實 加煙和電子煙 其實都是一些 很多的煙箱 透過一些不同的渠道 好像無控不入那樣 就是荼毒的青少年 還有現在有很多的味道 又不同的五花八門 這些其實就是 很容易令到他們 成為新的煙民 所以我們政府 走適了一步 就是怎樣去 停止這件事發生 當然他們也都面對很多 一些的暴犯 一些的電商 或者其他商業上的考慮 但當然 現在這次的法案 已經通過 其實是一個好的啟示 我們希望 作為醫生 我們很有趣的 我們就不想 我們這些病人是病的 我們做的事 通常就是 我們希望提出一些 一些的口號 或者一些的 campaign 都是怎樣 令到人更健康 其實傳統的煙 都是一種 我們都覺得 還未做得很好 雖然香港其實 這麼多年來 都可以令到吸煙人數 降到接近11% 已經是很低 過位數 是的 但是 還有一些 例如女性 年輕的煙民 還是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所以我們希望 其實我想 透過不同的 campaign 或者一些不同的角度 鼓勵多一些身邊的人 第一就是 吃少一點煙 傳統煙 還有我們在 怎樣控制煙包上面 例如價錢 煙碎上面 怎樣加 怎樣控制 例如在食肆 公眾地方 怎樣可以減低 犯法吃煙 下次回來聽到Dr.David Lam 怎樣說 好了 回來健康脈搏的時間 我們先聽 Dr. Lam 怎樣說 關於電子營加熱煙的禁止 禁止 這個另類煙草產品 可以說 在過去 我都未見過醫學界 這麼團結 我們看到當時 兩間大學 二轉 所有的醫學會團體 出來了 同一星期一定要禁追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煙會害人 會上癮 傳統煙也會 但現在我們說 一件新的事 他一來到之後 其實他的對象 往往就是年輕人 吸引年輕人 包裝得很posh 好像很有型 很高尚 這就是最大的事 令到我們一群年輕人 上癮 是癮 你不要理會什麼癮 不巧現在他用了一件 可以令你深癮 又上癮 如果加上癮 更加會上癮 人有一個方法 當然他叫做合法的方法 令到小朋友上癮 除非我們香港的家長認為 不怕我們小朋友上癮 沒所謂 沒可能 所以癮 就是他們要推銷的東西 賣了癮 給你的時候 他這輩子都控制著你 都要給錢 都要受到他的限制 這就是很大的事 所以 唯一一次最好的機會 去禁止了他 就是現在 當然 之前政府所說的 我們是禁止電子煙加煙 後來改口 禁止所有另類煙草產品 這個是有聰明的做法 因為實際上 新的煙草產品 可以說層出不窮 有一件 我都是最近才發現 原來其實 在市面上有一段流行 有一段時間 有一件叫爆珠 就是把一些 有化學物質的東西 放進傳統煙裡 你擠爆它 吸煙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味 這些就是 煙草商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到人更加喜歡 或者享受那種感覺 也會令它更加上癮 而其實很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豬裡面的化學物質 沒有人限制 沒有人控制 到底它會不會產生 一些有機會 引致身體質疾病的物質 我們是不知道 所以其實它有少少像 電子煙 都是用化學物質 燃燃了它 或者燃燃了它 讓你吸收 很大的問題 還記得去年 應該說前年 2019年初的時候 在美國出現了千多個很嚴重的肺炎人士 那些人士全部都是年輕人 十多歲 二十歲 很多人都進入ICU 然後肺炎是永久性殘殺 爆股肺 對 那時候甚至會嚴重到 一些出名的醫學雜誌 包括新英倫醫學雜誌 都有一個特定的部分 專門去討論這件事 可能是電子煙引致的疾病 不過後來因為疫情關係 疫情爆發之後 這個相對是好小事 就已經沒有再提 但可以見到 其實電子煙對世界的影響很大 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 現在又是用化學物質 放在傳統煙樹 所以政府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做 除了禁止電子煙 加熱煙和另類煙草產品之後 下一項就是怎樣去限制 所謂將其他物質 加入傳統煙樹的做法 控煙工作那部分 其實除了另類煙草產品 可能傳統香煙或一些傳統香煙的辯奏產品 希望政策局聽到 做多一點工夫 研究好 其實要快 不過你有一件很大的問題 我看到他做很多事情 不論是電子煙加熱煙或其他 甚至之前餐廳酒樓的禁制令等等 都是在執法上好像有些問題 沒錯 有漏洞 有漏洞 或者人手的部分也有些局限 因為他們現在執法主要靠 他們叫做控煙酒辦 後來改造 其實人手的部分 一向都很關注 經常有說 會不會執法那部分 根本都不夠人 可能舉報得來 其實他都未來 人家吸煙 在禁煙區吸煙的人都遷就了 沒錯 不過其實除了煙民有責任 在那個地方不應該吃煙之外 其實場地的負責人 應該有一個比較重的負責 因為其實他是有責任 令到那個地方遵守法規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那些 所謂的食肆 很多的飲食界 都可以怎樣再 可以令到那個執行上面更加好 沒錯 所以其實看到 在控煙的工作上面 也看到 可能政府真的在這些政策 或者在一些公共衛生的事務上面 要有些前瞻性 要做多一點 在這裏其實 剛才我們也提過 講起爭議的條例 其實除了這個全面禁止電子營之外 還有醫生註冊條例 在這裏我們可能是否看到 政府在這些關於醫療議題上面 那個前瞻性就不是很足夠 甚至當處理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簡化了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主要是說醫療人手和服務計劃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 面對著很多問題 有些老大難的問題 多年都改善不了 不如在這裏訪問一下兩位 問一下兩位 現在的醫療系統裏面 有些什麼問題 你們怎樣解讀這些問題 哪些問題最重要 最首要要先處理它 可能是不是 多聽一下 好 大家對市民來說 最貼身感受的就是排期 專科門診的排期 相當之久 有些是超過一年 甚至超過兩年 這個當然是不能夠接受 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當時要面對的事情 但實際上這個排期內 背後的原因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你只是家人手就處理得到 而是你顯示到我們在社區裏面 在香港 我們只是有一個公營醫院的醫療體系 但我們沒有一個基層的醫療體系 那你就完全無法承接到 在社區裏面去照顧老人家 照顧著象者 照顧著患病的人士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 為何今天所有的工作 都被公立醫院做 它已經做到爆了 根本已經做不到 這個就是原因 所以在發展方面 你要解決新症輪候的時間 首先你要解決到 他看完的病人 去哪裏可以繼續看 一定是社區的 以及解決在社區裏面 怎樣可以一些 比較上不是那麼嚴重的病人 你處理了它 不需要全部去世 專科可說體 這個就是需要香港 在接下來這段日子 其實已經遲了 大力發展一個基層醫療的系統 我們有很多基層醫療的醫生 但我們沒有一個基層醫療的系統 到今天來說 政府有做事的 但是你說做得夠不夠呢 看不到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系統出現 看不到 地區康健中心 理論上就是一個地區裏面的統籌中心 將所有地區裏面的醫護人員 包括醫生 可能有護士 可能有醫療師 可能有其他的治療師 等等 中醫師等等 是統籌在同一個網絡上提供服務 但今天好像還有一段時間 都未見到這件事出現 而我們人口就越來越老化了 醫管局的隊伍都越來越長 裡面的醫生都做得越來越辛苦 似乎我覺得 你搞不定 專科門診排氣場 令醫生做得很辛苦 你就賴了 說醫生因為你是保護主義 因為你不讓人進來 這樣真的有少少本末倒置 林醫生覺得是一個服務整合 規劃的問題 有很多服務在社區 但好像沒有一個系統好好整合 龐醫生你怎麼看 其實看都對 因為我們看到私營醫療的人均的洗費 其實與公營人均的洗費 其實是不相伯仲 甚至我們在私營用的錢 是比較多的 其實證明是什麼 因為私營我們在看 全香港的10%以內的人口 但90%都是公營 所以我們第一 我們有公營醫療的同事 其實做得很辛苦 但環境就不令他們可以留很久 因為他們做了他們需要的專科訓練 又要做下面那個 又要做上面那個 又要開會 其實就是一個人頂三份工 其實就很辛苦 所以我們真的挺同情 但政府呢 反過來 以往有一個小政府 他只能控制公營機構 還要間接控制HA 因為他對私營市場 是沒有任何能力去控制的 他人才的流量 流動 他沒有辦法知道 現在他走了基層 我覺得基層是一個契機 一個康健中心的契機 就是因為他可以統領一些服務 他扔一些錢出來 找一些NGO 我們再商議 NGO是否一個適合的partner 但是他們可以統領一些服務 然後去買一些服務回來 這些服務其實可以 包括一些醫療 其實私營市場很簡單 你能夠計算數 那他便可以用 他便可以計算自己 能夠幫助這個社會的基層 其實這個服務 其實可以令政府有一個能力 去控制整個圖案 其實他對那個 因為人才的流動 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香港不是很大 其實不是很難搞 但是我們搞了三十年 說來講去都是公營私營失衡 說來講去都是 其實30年都搞不到 所以真的一定要比較暫身的想法 還有我覺得現在是好的 因為以往我們分開 例如立法會議員 都有醫學界 有護理界 在不少情況下 其實就變成了公會的一個議員 其實他真的會比較偏重於他們自己的利益 現在我們其實是寬了的 寬了的好處 其實你看到的圖案就比較大 還有你會看到整個醫療架 所以我想這件事 我想很重要 就是怎樣去配合到整個政策 是一個大的圖案去看 所以其實很多醫生 跟很多醫生談 其實覺得香港沒有什麼 醫生是不夠的 因為他私家很多 但問題就是現在整個整體的情況 大家都是害怕 或者擔心公營是不夠 做得辛苦 服務又等得久 質素又下降 變成了這件事 正正是怎樣 有一個更加上面的一個模型之手 怎樣去控制 統籌多一點 這個政府一定要很Active去做 不可以只看著 好像HA很多都是 例如我們叫行動做得很好 公私營架構 我們做的白內障 我們可能下次再繼續公私營協作 這個討論 好嗎 大家好 回到健康物博的時間 直播室裏面 除了有我MUFFIN之外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林治元醫生 還有我們的龐朝輝醫生 是嘉賓來的 今天我們主要想討論 我們的醫療人手 和服務的規劃 因為有很多老大難的醫療問題 都還未處理得好 今屆政府 可能也是美星 剛才也提到 下屆政府怎樣做好些 我們真的有些目標 讓他做才行 否則再多搞十年也不行 上一節我們就提到 服務那部分 尤其是基層服務那部分 基層醫療服務 在社區上 我們好像是做得不夠的 即服務就有在 沒有統籌 剛才龐醫生也有 最後就提到 公私營協作 也有些角色在裡面 可否再說 其實我們之前 所謂成功的例子 就是耀眼行動 其實這個 我自己分析 為何成功 其實就是因為 它一個簡單的手術 日間手術做得到 第二就是我們有一個 私營的機構 跟HA聯繫 而私營機構 它可以有能力 統領到私家的 sector裡面的所有醫生 它均一了價錢 均一了服務 其實HA有很多事情 它沒有那麼有空 跟你說 你有什麼新項目 其實你最好就是 給我所有提案 所謂是這樣 其實他們就問 反過來就是 問阿公拿錢 譬如我們算多數 我們出去做 那班其實可以對付服務 可以快些 病人可以早些 有服務收到 然後可能不太貴 算多數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 我們在民間的醫療機構 其實有個責任 怎樣去想一些 我們覺得痛症 痛點在哪裡 然後怎樣聚集到 我們那些業界的精英 去提供一個均一的服務 和均一價錢 其實HA就很簡單 它做了一個這樣的規範 其實就是 這些事件 這些事件 就全部 多少個山頭都好 它們就全部有一個標準 這樣我們就拿它出去 那它就有數得計 其實HA最後 一年一年就看你的數字 今年為我們清了幾條隊 由三十個月等到 只剩十個月 那就好 目標是數字 其實我想在業界 應該做這件事 我想在基層醫療上 其實更加就是 現在我們花了很多錢 在不同的社區 去做基層醫療 康健中心 但是大家都明白 康健中心的作用 大家不太清楚 以往可能是一些講座 或者怎樣去 令到它是 可能是 但是現在因為有COVID 其實那些人 也不敢去 那些講座 也不敢去 其實那個功能 在這一刻 是稍為不發揮到 但是這正是一個機會 讓政府可以計劃好些 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KPI 其實我們搞好基層醫療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是讓人少入院 所以每一個基層醫療中心 應該跟他們的龍頭醫院 或者地區醫院 有很大的聯繫 就是那個成績 是大家會互相影響大家的 那你才有一個 是我做基層的 我也是幫助這個社區 如何搞好這個社區的健康指數 健康的成績 可以減少入院數字 減少手術 減少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才是更好的一種做法 剛剛龐先生就提到 其實雖然說基層醫療服務 但是我們最重要 要怎樣去衡量 那件事做得好不好 其實都要有一個量化指標 看一看 有空我們都要檢視一下 如果不是錢放進去 或者服務放進去 不知道能幫到多少人 可能在服務那部分 有什麼想法 政府你可不可以跟著做 有什麼想像 可以幫助本港的基層醫療服務發展 其實市民的滿意度 就是最好的指標 你問市民 如果是很有錢 不要說 他看市價去試 如果是基層市民 或者大部分香港市民 最大面對的問題 當他有病的時候 新症排期內 舊症 你去搭車去看醫生 可能自己去不到 要自己的兒子 女兒 媳婦幫你去 帶你去之後 等半天 見幾分鐘醫生 再等多半天 拿藥 這種生活其實很慘 因為他一年不是去看一次 專科 我們現在很多小專科 如果有人試他有糖尿病 又有心臟問題 又有腰骨痛 再加上前列腺症問題 他是四科 如果每一科一年看三次 四三十二次 十二次 另外還要抽血 十五六次 一年去十五六次醫院 周居勞頓 去到公立醫院 可能那次只抽血 可能那次是看糖尿 但下次看心臟 都是屬於內科的東西 然後可能去看腰骨痛 那些藥拿了五年都是那些藥 醫生都是看沒有什麼 拿藥 為什麼會這樣呢 市民來說很不滿意 就是可不可以這些病 原來可以統合一點來看 糖尿心臟就是看一個醫生 腰骨痛 你吃的藥都是那種藥 情況穩定 可不可以社區搞定 其實大部份這些狀態 這些情況 如果有好的基層醫療體系 市民平時就可以在社區醫病 變成他不需要叫兒女兒放假 帶他去看醫生 這些公立醫院 或者應該叫專科醫院 和基層醫療的一個協作 因為緊密的協作 對不起 今天是欠奉的 唯一一樣東西有的就是醫健通 醫健通都不是百分之百 都看到 這件事在內地都已經發展 醫聯體 但是在香港 比別人更慢 我希望將來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個市民 他有一個家庭醫生 甚至登記 這個是我家庭醫生 登記很有用 因為你看他才再轉介 那裡可以有很多政府的資料 甚至可以用一個 診感的誘因幫到他 然後他有一個家庭醫生 如果真的有一個慢性疾病 所以去到專科看的時候 專科醫生也可以告訴他 其實我們是共同管理 共同照顧co-care的概念 即是說醫管局也好 專科是一個治療的通道 你經過這個治療的通道 你穩定了 回到家庭醫生後繼續看 如果情況開始又再變化 又漸出不穩的時候 家庭醫生可以幫你 預約到專科 不需要從頭再排隊 這樣的時候市民有信心 也老實說 老人家 在自己屋邨附近 可以找個醫生看 每天都去看 他是我家庭醫生 有什麼事都找他 為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我們醫生 不會看血壓高糖尿病 你想想一下 香港醫科現在叫神科 這麼難入 進去之後 五年六年醫科之後 畢業出來再做多一年Houseman 做完Houseman的時候 已經很多東西都懂 然後再訓練多幾年出來的醫生 他不會看糖尿病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便要善用他 除了他之外 家庭醫生在社區 其實他有很多肢爪 譬如我要抽血 抽血都可以 X光附近可能不是很多 有些病人 可能他是 譬如中風 康復 康復的時候 他需要治療 現在很多長者 或者人士 他要坐車 就回去公立醫院 做康復治療 做物理治療 其實很辛苦 為什麼這些不可以在社區製造呢 我們社區裏面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 真是一個網絡 地區醫療的網絡 裏面有醫生 有護士可以處理傷口 做健康講座 有臨床的藥劑師 可以幫市民去看看那些藥 也沒問題 有些人有十幾隻藥 怎樣吃飯 你都不知道 你可以包裝 如果他們的藥劑師 有包裝好藥物 早上這包 下午這包 夜晚這包 放了一個禮拜 這是服務 社區是可以做到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老人家 生活方便很多 如果社區裏面 有物理治療師 其實香港很多物理治療師 其實我自己 執業的樓層 我最初有很多物理治療師 後來因為家租 不走 物理治療師很慘 但實際上他們有大量的需求 如果不是就會現在 政府公立醫院排 你治療牌那麼久 你在社區做這些事 那你便可以 市民真的能夠在社區裏面治病 處理了他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不是太誇張 太過失實的一個理想 其實應該是做毒 沒錯 其實這個想法就是 我想很多坊間 關注醫療的朋友 都有提過相關的意見 就是其實在社區裏面 我們好像是有一個機構 或者一個地方 集中處理了一些 比較簡單的病症 或者長期病患的管理 其實都可以在社區 不是一個地方 是成功網絡 你去回自己的醫生 去回自己的醫生 那個地區康檢中心做統籌 做教育 健康教育 其實地區康檢中心有幾個作用 第一我叫Primary Prevention 第一線的預防 即是教你做得 教你生活健康一點 就不要太多肥肥的東西 健康生活 第二層次 就是及早發現一些疾病出來 這個都是屬於Secondary Prevention 在未變成一個併發症之前 你找到他出來 找到出來就去醫治 但這個重要 其實他們現在都知道 他們要做的 每年要找多少糖尿病出來 早期的 找多少血液膏出來 那就去醫 那誰去醫治 最好就是社區的醫生 因為方便病人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你轉課再轉課 第三樣地區康檢中心要做的 就是跟醫院有一個對接 承接他放出來的病人 就是他醫治得穩定 或者出院康復 就在社區做 所以很多很多工作 地區康檢中心 是一個很重要的 整合的統籌中心 如果他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了這個地區的 基層醫療 基層醫療 體系 你想想如果家庭醫生的時候 我現在很慘 我一對手 我也不知道可以做到什麼 但到時 不是 有地區的護士可以幫你 你可以轉介去物理治療 有醫療 現在也有 到時再多些 甚至乎病人 有很多藥物 有很多問題 你可以去看一看 臨床的藥劑師 那就很好 我們就放了所有的醫療人才 不是只有醫生 沒錯 其實David說的遠景 大部份醫生都很認同 但反過來 例如我看到 我們在醫院 亦都在推薦醫社結合 其實都類近一些事情 但感覺上 好像現在醫院主導 做了醫社結合的工作 就好像排斥了 有些社區的專科 對不起 社區的普通科醫生 其實他們在街坊 街里的醫生 其實可能做了很多年 他們有很豐富的經驗 他們可能真的做家庭醫生的工作 但他往往未必在 這個網絡裏 可能他自己在做 因為他沒有一個團體 很長遠目光去幫他們 統籌這件事 所以家庭醫生在社區裡 那個作用 David說的遠景 未必能夠發揮 我覺得其實政府 是要領導這個 其實可以跟一些 例如以往學會 我們做了很多 例如 community network 有對醫生 不只是聽書 不只是吃飯 我們想想怎樣去幫 其實可以配合到 例如現在有這樣的服務 有這樣的範疇 其實有些家庭醫生 可以再做一個 active part 可以幫一些公立醫院的病人 出來之後 怎樣幫他繼續看著 有東西的時候 什麼指標 又要回公立醫院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例如有些可以看到 捏到最不穩定才回去 其實你是幫助 在幫助醫院 幫助醫院 是減少 因為你只是家人 可以解決到那個人手 可能 但是你控制不到 那個需求 你需要怎樣去 有一個平衡 令人可以分流到不同的地方 才有用 其實就是 我想剛剛說的 那個想法 那個遠景 就是那個系統 那個基層醫療系統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怎樣找到適用的人手 我們剛才也提到 家庭醫學的角色很重要 另外Dr. Lam也有提到 其實怎樣善用其他相關的 有很多其他醫療專職人員 物理中醫 中醫藥劑師 剛才也提到 這裡我補充一點 因為其實 我們一直看人手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看 政府早前也有做過 醫療人力推算 2020就是第二份 做人推算的部分 一個調查 其實醫生當然很缺 護士也很缺 我們說到2040年 其實護士缺了四千幾個 在公營醫療體系裡面 醫生缺了九百個 他就叫這樣寫 先不要討論他 準不準確 但其實有些專職的醫療人員 他們十分充足 他的寫法是 保持公營穩定 包括中醫師 藥劑師 就是剛才的Dr. Lam所說 其實有沒有善用這些資源 人力資源你不用 譬如藥劑師的工作 你全交給護士 護士都做到死 你還要做藥劑師的工作 因為每年畢業的藥劑師 很多人都找不上工作 為何不用他們 為何你不發展社區的臨床藥劑師 我們需要 社區藥劑師 或是我們剛才說的系統 很多問題 譬如老人家 他有十多種藥 他不知道怎樣處理的藥 他不知道怎樣吃 他會吃錯 然後他不知道有沒有兩種藥 可能是雙沖 不能同樣吃 不能同時間吃 然後有些吃不完的藥 他不知道去哪裡 現在政府叫他放進垃圾桶 很大問題 其實不行 回收很多藥 其實你想想 現在 譬如我們現在的藥房 一般香港人覺得 現在的藥房 賣什麼多? 普通成藥 你便知道 其實他無法發揮 一般外國做藥房的效果 賣蟹粉 賣成藥 你真的做藥劑師 你在那些藥房 他可以做到他社區的藥房 其實他就幫他分流了很多東西 怎樣善用藥劑師 或者其他相關的醫療專業人員 下次回來 我們繼續說 健康物報 歡迎回到健康物報的時間 現場有我主持 張之鴻 Marvin之外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醫護誠信同行的主席 Dr.David Lam 你好 另外還有我們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龐朝輝 以珊是我們的嘉賓 你好 上一節我們說到人手怎樣善用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怎樣 很好笑的就是藥劑師 藥劑師我們現在沒有善用 我們其實有個不錯的供應 但是是否可以用得好些 在我們的基層醫療網絡上 可以做到一些角色呢 可能可以再分享一下 龐醫生先 其實我剛才提到藥房 或者一些老人院 或者老人中心 其實很多需要配藥的範疇 當然藥劑師跟配藥員不同 配藥員真的分派藥物 藥劑師是怎樣做得好些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很多老人家 其實是吃很多藥 而很多老人院的老人家 都不知道是吃什麼藥 所以現在有些新科技 可以放在盒子裡面 一個個分派 但始終現在我們在老人院 看到的職員 很多都是真的 護士都不少 都不是多的 很多是一些助手 譬如他們的經驗 當然他們有經驗 但他們的層級 可能有時候 就會容易出現一些疏忽 或者錯誤 這些脫漏 其實可以透過一些 譬如藥劑師 或者社區的藥劑師 怎樣去 譬如不同的區 有一些藥房 或者奧蘭院 可以有一些他們的提示 或者他們可以來看 去檢查一下 他們究竟整個配藥程序 有沒有什麼出錯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幫到整件事 這就是要罵一罵政府 用官僚的作風 隔壁局的事情 就不關我事 因為老人院社 就不是職衛局管 是社署管 社署管 關我鬼事 總之 我有護士幫你搞定 護士都會配藥 喂 大哥 護士已經不夠了 一個老人院社 可以有超過一百人 甚至二百人的老人家 一個成二百人的長者 這個在外國的標準來說 這個是醫院 差不多每個都有病 裡面連一個配藥員都沒有 因為住場 我們不講藥制師 住場的配藥員都沒有 有沒有搞錯 你說不通 現在做法很有趣 就是 我這一百人老人家 有九十五個都有病 都要看公立醫院 應該視乎 九十五個病人 看完之後 就拿九十五份藥回去 應該視乎 那裡有些姑娘 要處理九十五份藥物 有些可能老人家 吃一吃一吃 然後他不吃 轉了藥 或者其他事 他不再吃 可能走了 那些藥就全部都放在 浪費 那這種做法 就是很傻的 那種做法來的 然後你姑娘 因為他沒有法子 那麼多人 可能護士都沒有空 經常去看 找其他同事 總之這個八百的藥物 就照樣撿給他 但實際上 為什麼你不可以考慮 一個好一點的方法 譬如你那裡有配藥員 現在有科技 有機器擺設 好像有小型藥房 藥物也是那些 有多少種 那裡有五六十種藥物 都差不多夠了 哪有沒有的 你就由醫管局 哪裏都好 拿藥去那裡 平時配藥員 根據長者的需要 根據醫生寫了方 給他藥去吃 那時候你就不需要 很浪費那些藥物 也可以說是 有人看著的藥物 還有一樣 就是如果你有駐場的藥劑師 你不用長時間看著 可以看幾間 去的時候 你就已經幫到那裡的長者 幫到那裡的藥物 對藥物方面 解決了很多疑問 亦都可以告訴他 應該哪裏是先 哪裏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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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西醫去巡場,很辛苦 中醫院原來沒有,很多老人家看中醫院 進入了老人院就沒得看中醫院,車的就出去看 為什麼這樣又不可以提供服務呢? 他也不是每天在書看五、六間老人院 就輪流去,為什麼不可以?其實很多人可以做 但這種這樣幫助我們市民 在社區和院舍生活的一些 照顧醫療的服務,好像現在斷層也很重要 我們說斷層,原來不單是以前公私營 公私營沒有合作,要增強大家同意 然後第二個,公私營之外 就是基層和專科之間也是有斷層的 第三個,原來政府裏面不同部門也有斷層 那就搞不定了,下一個特首誰做到 麻煩你整合這些事情 不要跟我說,我不想聽到有個局長出來說 那樣是隔離局的事不關我事 搞一個局才行,另外搞一個基層醫療 搞一個局 這個未必不好,基層醫療的統籌 可能需要一個超級大一點的 引測的機構去看著 就是辦公室去看著 現在辦公室只有三個人都搞不定 沒錯,我們剛才說到 在安老院的情況 其實真的,工作量也很大 靠護士人手,他們無論是那個 當然經驗一定足夠 我相信他們的知識也很足夠 但始終工作量大的時候也會有些影響 所以有些說法,坊間有些說法 其實現在是善用一些醫療科技 我也去過一些安老院參觀過 其實他們有些新的醫療科技 其實就是有些執藥的應用程式 有些執藥的機器都可以幫到手 所以這裏其實都可以看到 未來的醫療發展 其實在科研的部分 其實是否可以做多一點 在這些,我們叫做細緻一點 在社區或者基層醫療的模式 在裡面可以幫到手 香港有沒有這個條件可以做多一點 其實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現在我們香港相對穩定 其實我們要想長遠一點 醫療的發展就不是五年 可能是十幾二十年 或者二十三十年 我們怎樣整合我們香港的醫護人員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香港醫護人員都是比較高質素 世界上都是很好 有一個排名 但怎樣去令到我們 在大灣區的合作裡面 我們可以發揮到我們的 role 以及怎樣可以善用現在的機會 因為其實醫療 經常都有一個位置 經常都說人手不夠 人手不夠就令到政府 很不想鼓勵醫護人員 去發展大灣區 因為再發展大灣區 就更加不夠 但問題是 我實際上說 怎樣是work smart 不只是數字數人頭 我覺得香港 我們在大灣區的醫療 其實是很需要我們 但怎樣可以配合得更好呢 其實這個長遠發展 其實政府真的要想一想 以往我們經常想著香港搬來搬去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的思維 都已經是北部發展 開始在想大灣區 其實醫療一定有一個比較大的融合 醫療發展 雖然我們有一些業界 還是很抗拒 海外醫生 不過在一個大趨勢裏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妄自匪薄 其實大家都有信心 我覺得我們做得好 一定會有我們得到的讚賞 所以我覺得 怎樣去做大個餅 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覺得 是引以自豪的醫療系統 帶到大灣區 服務更多人 我覺得這是可以想的 可能講多一點 科研那部份 我們可以怎樣做多一點 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有的 其實只是說回跟進藥物 現在很多執藥機 機器是可以幫老人家 執好藥物 是怎樣吃法 早上哪一包 下午哪一包 晚上哪一包 還有很多其他科技 譬如遙距醫療 香港我們有很多不少人 去內地大灣區的地方生活 這樣的時候遙距醫療 在香港醫生可以幫他看到病 亦都可以進一步發展 下一個引分出來就是藥物 你怎樣可以運去給他 在當地買得不可以 可以 可以在香港運上去 現在很多限制 這也是需要發展 除此之外 香港 將來來說 老實說 我們沒有那麼多年輕人 願意去加入一個行列 去照顧老人家 好長者的人士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醫療科技 以AI去幫助他們 提他吃藥 提他看醫生 看著他們的心跳血壓 甚至乎血糖 如果突然發現心跳亂了 起碼要幫他叫他兒子 這些全都是電腦化 可以做得到 即是不需要人手打電話去問 最後我想提一提 其實龐醫生也是非本地畢業的醫生 所以我們看看很好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應該對我們醫學界 全世界醫學界 只要他經過適當的訓練 我們會有信心 沒錯 基層醫療系統 再配合科研 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政策 在人手服務規劃上 要做多一點的功夫 今天時間差不多 很感謝兩位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關於未來醫療服務局的人手 和服務發展 給了一些功課 政府要做 下屆政府也可能要慢慢收拾 是嗎 要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同樣時間 健康脈搏 會再跟大家分析 或分享更多 與你息息相關的健康資訊